报应这个道理同事是真的 一些都不假 古大德上图我们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一生做了恶业的人 他没有受到恶报 不是无因果 我们凡夫只看到一世 如果你看到他过去世 看到他未来世 那你就没有说过了 过去生中他收的是大善大福 这一生他做作很多很多恶业 他这一生享受的是过去生中的福报 做作恶业对他过去生中的福报 有没有打折扣 有 亏损很多 但还有余福 我们用钱财做比喻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他前生所收的有千亿财富 这一生享受到百亿财富 千亿到百亿 已经亏损十分之九 他还有一分 他还未享完 有报不是无报 因为他过去收得太多太大了 就这样的一回事 他这一生福报响原来生苦报就现前 这一生所做的恶业来生受报 我们不知他过去生以为做作恶无仇报 这种是欲眼凡夫 看不到三世因果所产生的误会 还有看到修复的 人真是好人 心善 念头善 行为善 但是他一生了到 受尽苦难折磨 是什么原因 与前面例子刚刚相反 那个人前世造作很重的罪业 这一生还受福 有没有替他笑在 有 他本来受的苦比现在受的超过很多倍 现在已经重罪轻报了 这个是事实真相 他的罪报报完了 福报就现前 因果通三世 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心就平了 知道这种事情绝对不是假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